苗栗县有三名警易霄前往山区摘除虎头蜂窝的时候 游泥易霄虽然说已经身穿捕蜂衣了 但是却还是遭到蜂裙专入衣服的缝隙内攻击 而且呢这个虎头蜂还是毒性最凶猛的这个黑布虎头蜂 他不只导替婚迷休克 而最后送衣后还是不治 让家人 易霄兄弟都十分哀伤 被虎头蜂遮伤的易霄李安焕 送衣时仍然穿着虎头蜂衣 医护人员不断地为他做CPR急救 但是仍呈现休克昏迷的状态 李安焕的儿女赶到医院 不敢置信爸爸被蜂遮伤命违 消防人员表示 10月7号他们接获民众报案 在大坑山区的民宅旁边 有颗直径一公尺大 相当凶猛的黑腹虎头蜂窝 13号傍晚他和同仁前往灾除 突然遭到虎头蜂的攻击 风群钻进李安焕防护衣空隙当中猛遮 他闪避不及倒地昏迷 经过抢救 41岁的易霄李安焕 因为病发过敏性休克 急救无效宣告不治 苗栗县消防局表示 易霄副小队长李安焕 这次因为执行公务不幸殉职 消防局还是会争取同优抚恤 正次出席 准备 谢谢